阿罕布拉音乐厅 在1854年 这里是一处为皇家科学及艺术园形展览厅的科学研究机构 看起来当时大多数人对科学都有点反感 因为这个机构在两年后就破产了 而这栋建筑因此卖给了知名马戏团的业者 E.T.史密斯 他在内部新造了马戏场地 其后有一小段时间圆形展览厅 改名为阿罕布拉宫 史密斯在1860年改变策略 将马戏团转为剧院 并将这座建筑改名为阿罕布拉音乐厅 阿罕布拉是伦敦最早的音乐厅之一 借此正同舞台剧互相竞争 音乐厅的表演是由许多不同的表演团体所构成 包括唱歌跳舞及魔术等 而非传统的戏剧表演 一场演出的表演团体可以多达20组 且演出长度可持续4小时之久 哦那真是最棒的夜晚啊不是吗 这些表演者一个晚上通常会在多家音乐厅演出 因此表演结束后他们会跑向马车 并火速赶往下一个音乐厅 只为了将同样的表演在不同的地方演出 这栋建筑是由建筑师汤马斯赫特路易斯所设计 其灵感来自于英属印度地区印度伊斯兰式建筑 为了让这栋建筑独树一格路易斯外席设计的双尖塔 圆堆顶及巨大圆顶大厅 吱哩 有机会把这栋建筑处设计团 有机会把这栋建筑所带送份 那如果问我可能会用继续 它只为了可以用绵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